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 出为人妇的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烦恼 宝宝哭了要不要哄,总是抱着宝宝,会不会把他惯坏了 妈妈要不要和宝宝睡在一起 这些育儿问题可能会在宝宝三岁前遇到 但具体如何解决呢,不要担心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将会帮你解决以上问题 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还不止一个 希尔斯家族的四位育儿专家 分别是父亲威廉·希尔斯,母亲马莎·希尔斯,罗伯特·希尔斯,詹姆斯·希尔斯 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下父亲威廉·希尔斯 因为他开创了亲密育儿法 这本《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就是根据这本书写成的 医学博士威廉·希尔斯现在在美国 帕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儿科学教授 美国儿科学会成员,是全美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育儿专家 他曾撰写过四十多本关于怀孕育儿方面的畅销书 并担任多家杂志的育儿医学顾问 为了找到真正有用的教育方法 威廉和夫人花了四十多年时间 整理了上千位父母的有效育儿经验 结合他们八个孩子的经验 以及过去二十多年来育儿和儿科领域的新思想和方法 最终写成了《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 因此,尽管《亲密育儿法》是威廉·希尔斯首创的 但书中所阐述的所有观点和方法 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这本书出版二十余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至今仍在美国各大书店的育儿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几乎每个美国妈妈都有一本书 这本书被誉为育儿圣经 全世界的初学者家长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 使他们的育儿工作成为一种乐趣 那么,亲密育儿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让父母和孩子适应并感到舒适的最好方法就是亲密育儿 作者总结出七大要素构成亲密育儿法 在此,我将结合书中有关育儿知识一一讲解 帮助您掌握本书的精髓 构成亲密育儿法的七大要素分别为 第一,让分娩成为情感纽带 第二,学习宝宝哭声 第三,把宝宝贴在身上 第四,用母乳捕育宝宝 第五,与宝宝同睡 第六,掌握平衡与界限 第七,学会分辨 育儿小贴士,不再多言 现在让我们看看七方面的内容吧 首先,让分娩成为情感纽带 亲密育儿法的关键在于与宝宝建立亲密关系 这是从生产那一刻开始的 作者认为,分娩不仅仅是婴儿出生时的生理过程 更是一种与婴儿建立亲密关系的情感纽带 因此,在分娩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如分娩前要了解分娩常识 做好产妇心理安抚 学会给宝宝喂奶 准备宝宝衣物等 另外,产妇最好是顺产 尽量避免剖妇产 因为剖妇产后 妈妈们会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伤口上 这样就不利于建立亲密关系了 顺产是妈妈和宝宝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过,很多准妈妈听到顺产的时候 还是有些害怕的 作者从业四十余年 亲自接生超过一千名婴儿 根据这些经验总结出安全顺产的十大要点 选择合适的接生医生 选择舒适轻松的分娩环境 聘请专业的接生教练 四,怀孕期间多活动 不要采用仰卧姿势分娩 六,尝试各种分娩姿势 七,合理利用科技 慎用麻醉剂 九,避免回音测切 十,做好分娩计划等 虽然这十个要点为顺产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但是目前国内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比如选择合适的接生医生 以我国目前的医疗条件 医院的运作机制 并不是每一个产妇都有这样的机会 至于选择温暖轻松的分娩环境 在病床上 在紧张的情况下 满足这一要求就更难了 但是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 人们对医学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情况正在好转 比如请专业的接生教练 虽然国内很难做到 但是很多人都会邀请产妇的妈妈或者婆婆 甚至是有生产经验的朋友来做接生教练 这样也能更安全的进行顺产 现在医院也禁止使用慧音测切 生完孩子后 就是与宝宝亲密接触的敏感时期 作者特别强调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比如把宝宝的肚子贴在妈妈的肚子上 把脸贴在妈妈的乳房上 帮助宝宝吸水母乳 还要温柔地抚摸宝宝 和宝宝说话 宝宝刚出生 对外界的环境还不太适应 当宝宝和妈妈在一起时 妈妈的体温 呼吸的节奏与子宫内的环境非常相似 有助于宝宝从紧张的情绪中平静下来 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 宝宝出生后 父母首先要了解宝宝的不同需要 这就需要家长掌握宝宝哭声的知识 对于婴儿啼哭如何回应 众说纷纭 有些人认为当孩子哭泣时 不要马上抱他 因为这样会使孩子养成哭闹的坏习惯 事实上 哭是宝宝与外界交流 表达自己需求的主要方式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哭声置若网闻 那孩子的心情可想而知 随着父母对孩子哭声的及时回应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 配合也会越来越默契 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宝宝的哭声有很多种 有些家庭为了让妈妈休息 会把宝宝抱到别的房间里 等宝宝吃完奶再抱回来 这样妈妈就听不到宝宝的哭声了 作者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哭声会刺激母亲体内激素的反应 促进乳质分泌 从而达到生物同步 如果母子分离 不但会影响到母子的生理同步 还会影响到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平时要特别注意宝宝的哭声 比如两个星期的宝宝突然哭了起来 四肢僵硬 双手紧握成全 不管父母怎么哄 宝宝都哭得稀里哗啦 最后累得睡着了 宝宝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肠颈卵 还有一些宝宝会出现连续短促的哭声 同时嘴唇发紫 呼吸困难 有时还会发烧 这种情况可能是肺炎 需要及时就医 还有宝宝连续短促的哭声 声音不大 但是很急促 像是喘不过气来 脸上还带着痛苦和挣扎 这种情况一般与宝宝窒息缺氧有关 怎么样 宝宝的哭声还挺有学问的吧 那孩子哭的时候 家长该怎么哄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亲密育儿法中的第三点 如何抱宝宝 让宝宝紧贴身体 有了孩子以后 很多父母都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尤其对于母亲来说 要么照顾孩子 要么忙着其他事情 似乎总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用担心 把宝宝贴在自己身上 可以缓解父母的焦虑 首先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作者 威廉的妻子 马莎 作为一个八个孩子的妈妈 马莎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她同时又要做哺乳顾问 还要经常外出讲授相关的课程 我们能想象这个妈妈有多紧张 但是把宝宝贴在她身上的方法对她很有帮助 有一次 马莎不得不去讲课 但不幸的是 当时只有六个月大的马修病了 所以马莎把马修背在背上 背在背上 面对着150位儿科医生 下课后 一位医生走上前来 对她说 你的表现比你所说的还要好 作者在国际育儿大会上发现了这种方法 她看到赞比亚的两位母亲 将自己的宝宝贴在了自己的背上 孩子们睡得正香 玩得不亦乐乎 作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妈妈们回答是因为这样做 既有利于宝宝 又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这就是亲密育儿法强调的亲密关系 根据作者的观察 经常与母亲待在一起的宝宝会更快乐 更少哭闹 更独立 因为宝宝把哭闹的精力用在成长上 所以他们的成长也会更好 妈妈和宝宝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 当然 把宝宝贴在身上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后来笔者专门研究了这种方法 发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宝宝的生活规律 还可以调节四肢运动 平衡前庭系统 提高学习能力 研究人员解释道 这些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更多 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进入学习状态 因此他们的成长也会变得更好 刚出生的宝宝除了吃就是睡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谈第四个亲密育儿法了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奶粉 把母乳喂养当成是给宝宝喂食 其实母乳喂养并不是单纯的喂宝宝 让宝宝吃饱 首先 母乳比人工产品如配方奶粉 泥粉等更适合宝宝 母乳含有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这些营养成分可以根据宝宝的生长发育 自动调节比例 这是任何人工合成产品都做不到的 研究表明 母乳喂养的时间越长 孩子的IQ优势就越明显 此外 母乳含有超过400种配方奶粉 所不具备的营养成分 比如母乳中含有一种抗感染蛋白 在宝宝的身体防御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 就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可以保护宝宝的健康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 宝宝在胃奶时常常会含着奶头睡觉 作者解释说 这是因为母乳中含有催眠成分 所以婴儿在吸水的过程中经常会喝水而睡着 母乳的功效 让人造产品只能望阳心探 母乳喂养对宝宝有什么好处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母乳喂养对于妈妈来说也是有很多好处的 比如宝宝吸水会使妈妈的身体产生密乳素和催产素 这两种荷尔蒙都有镇定作用 所以妈妈睡得更快 睡得更好 而且每次吸水都能刺激妈妈子宫收缩 帮助妈妈恢复身材 此外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母亲患乳癌的几率 或许有人会问 母乳喂养虽然有很多好处 但也不能一直喂下去 什么时候断奶比较合适 在断奶问题上 作者首先批评了过早断奶的行为 博视了断奶会助长孩子的依赖性 他利用大量的研究发现 延长母乳喂养时间的宝宝会更独立 因为他们更有安全感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断奶呢 作者表示 断奶一般在宝宝9个月至3岁半之间 当然 这要看宝宝对母乳的需求是否消失了 但是母乳喂养并不一定安全可靠 可能导致宝宝过敏 通常情况下 妈妈吃下的食物在两小时内进入乳汁 如果食物中含有过敏成分 宝宝会感到不适 比如 妈妈吃了引起宝宝肠静暖的食物 宝宝在24小时内就会闹肚子 因此 当宝宝感到不适时 父母首先要排除那些引起宝宝过敏反应的食物 作者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一步 写下可能引起宝宝不适的食物 列出宝宝不舒服的症状 列出可疑食物及症状清单 第二步 使用排除法 将可疑食物逐个提出出食谱 持续10至14天 同时注意观察宝宝症状是否有所缓解 第三步 如果宝宝的不良反应减轻 可以再次尝试吃一些可疑的食物 通过宝宝的反应来判断这些食物是否是罪魁祸首 当然 如果妈妈非常确定宝宝不舒服的食物 可以在近期内避免再吃 在母乳喂养的时候 除了宝宝过敏之外 很多妈妈都要面对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哺乳期的妈妈可能会因为偶尔生病而需要吃药 妈妈吃药 药物会进入乳汁 影响宝宝的健康 那么 妈妈们在哺乳期间怎样安全的用药呢 作者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 作者强调 妈妈最好不要吃药 要多休息 多喝水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其次 如果妈妈需要吃药 就应该调整喂奶和服药的时间 大多数药物在服用后一到三小时内达到最高浓度 六小时后几乎完全吸收和分解 因此 妈妈们最好在服药之前先给宝宝喂一次药 然后用容器储存一些乳质备用 下一次喂奶前 先挤出一餐奶 防止药物残留 吃完了再吃 聊聊睡觉 这就是亲密育儿法的第五点 很多人都在纠结妈妈要不要跟宝宝睡在一起 甚至有人坚持让宝宝睡在婴儿床上 因为这样可以培养宝宝的独立性 但是作者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作者和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后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天晚上就把孩子放在摇篮里 让他一个人睡 但是那天晚上 孩子醒了五次 他们不得不起来哄他睡觉 第二天晚上 他们试着让婴儿和母亲睡在一起 结果大人和小孩都睡得很香 于是这种睡眠方式就形成了 作者把这种夜间育儿方式称为共享睡眠 其实对于宝宝是否需要和妈妈一起睡觉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宝宝和妈妈是否都能入睡 无论是婴儿还是母亲 如果入睡困难 最终都会影响到亲密的育儿活动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亲密育儿法就像是要求父母整天围着宝宝转 这不就是对宝宝百依百顺吗 宝宝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不是把孩子惯坏了吗 先别着急让我们来谈谈亲密育儿法的第六点 掌握平衡和界限 你就会明白作者真正的意图了 作者讲述了作者的一段育儿经历 一天作者的妻子大发雷霆 说我没时间洗澡 小家伙总是缠着我不放 大多数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 如果妈妈刻意的满足宝宝的所有需求 对宝宝百依百顺 最终会因为疲惫不堪而发脾气 对宝宝的成长是不利的 对此 作者建议母亲学会适当的拒绝孩子 怎么拒绝 其实 婴儿妻的宝宝特别希望妈妈能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这样 妈妈就可以让爸爸或者其他人来照顾宝宝 这是妈妈拒绝宝宝的一种方式 让妈妈休息一下 恢复精力 妈妈适当的拒绝宝宝 其实就是掌握了亲密育儿法 平衡和界限 既不过分迁就宝宝 又能照顾妈妈的需要 又比如 妈妈偶尔不按时喂奶 父母偶尔也会迟到 只给孩子换尿布等等 遇到这种情况 家长们也不用太过自责 因为这时候 孩子会慢慢学会如何处理父母的疏忽和失误 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因为他们迟早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打击 正是因为父母的不完美 或者说父母对于平衡和限制育儿原则的控制 才给了孩子适应外部挫折的机会 相反 那些过分追求完美 从不犯错的父母 却破坏了平衡和界限 剥夺了婴儿成长的机会 除了掌握平衡与界限外 家长们还要学会区分不同的育儿建议 新手父母由于缺乏育儿经验 在面对新生儿时总是提心吊胆 急需从外界汲取经验 这时父母就要学会如何选择科学的育儿建议 有一位女明星在微博上说 她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 就相信了所谓的哭声免疫法 任由女儿哭的撕心裂肺 每次想起这件事 她都会后悔 其实类似的建议还有很多 比如一岁以后不能再喂奶 不能一直抱着她 宠着她等等 作者建议 母亲们应该先根据自己的直觉来衡量 然后再听从别人的建议 比如明星妈妈 当宝宝想要抱抱的时候 她就应该顺从妈妈的直觉 马上把宝宝抱起来 事实上 当宝宝哭闹得不到回应 需要拥抱却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宝宝就会失去对环境 对母亲的信任和无助感 这对宝宝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而且想要抱孩子 却抱不动 会让妈妈们产生一种孩子被抢走的恐慌和愤怒 从而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比如有些母亲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甚至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如果用直觉来衡量自己的育儿方式 那就是一种误解 因为只有当他们觉得安全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直觉 发挥到极致 很多妈妈不能照顾孩子 除了心理障碍 性格缺陷的 也跟生活环境有关 比如和婆婆吵架 丈夫吵架 怀疑丈夫出轨等等 所以 在孩子出生后 所有家庭成员 特别是爸爸 都应该竭尽全力营造安全 温馨的家庭环境 让妈妈全身心投入到育儿当中 听到这里 很多家长都觉得亲密育儿太浪费时间了 作者坦白的说 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更多 但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在长远看来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但可以让宝宝的情绪更加稳定 更加独立 还可以降低宝宝的一些常见疾病 比如发烧 肠 肠静磷等 而且还可以促进宝宝的发育 让宝宝更好的适应外界环境 今天的话题 就到此结束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讲到的要点 我们谈到亲密育儿法的七个方面 让分娩成为情感纽带 学习宝宝哭声 用母乳捕育宝宝 把宝宝贴在自己身上睡觉 掌握平衡和界限 学会分辨育儿建议 这七个方面虽然没有太多的联系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核心 那就是最好的方式 让父母和孩子们适应和感到舒适 因此 作者在讲述每一个方面的时候 都强调了与宝宝亲密关系的重要性 本书从常见的育儿问题入手 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从而纠正他们的育儿观念 而本书包罗万象的育儿内容 也可以帮助家长迅速从育儿小白转变为育儿专家 但是请注意 虽然书中所有的观点和方法都经过了论证和验证 但是作者在书的开头就坦率地告诉我们 确实没有最好的育儿方法 因此 尽管作者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名育儿专家 本书的目的却是为了帮助父母与孩子们相互适应 对家长而言 书中的教养方法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不要生搬硬套 好了 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就到这里了 音频下面有听书笔记 明天见 稍息 字幕志愿者 文字编刁